大家好,我是一华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鱿鱼虚的家常做法 按照我的方法做出来的鱿鱼虚 脆嫩爽口,香辣开胃 而且方法和调料都非常的简单 大人和小孩都特别喜欢吃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把买回来的鱿鱼虚倒入清水,抓洗干净 我今天的鱿鱼虚是在超市里面买的 这一小包花了18块钱 虽然量少一点,但是看起来非常的新鲜 抓洗完之后,沥干水分放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洗干净的干辣椒 把干辣椒紧成小段 洗了的干辣椒在炒的时候不容易烧黑 然后准备一小块生姜把它拍碎 然后再切成姜末 再准备几颗大蒜 也把它拍平 然后再切碎 全部切好之后,放在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点青椒 把辣椒切成圈 可以稍微切大一点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再来一小把韭菜 把韭菜切成短短的长段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烧水 水开后,倒入鱿鱼须 加入少量的料酒去腥 开大火将其煮开 把鱿鱼焯一下水 三分钟之后,捞出来 过一下凉水 过凉的鱿鱼须吃起来更配爽 洗干净锅之后,放入适量的油 把姜蒜倒下去炒香 剪好的干辣椒也倒下来 用厂子快速地翻炒 炒出香味 接下来放入适量的银调味 再加上一勺生抽 继续翻炒均匀 让调料划开 这个时候的辣椒已经炒香了 把焯好水的鱿鱼倒下来 炒这个菜的时候要开大火 这样才能够炒出它的脆爽 倒入一点香醋去新增香 继续翻炒 炒香以后,倒入蚝油提鲜 快速地翻炒均匀 然后撒上一些孜然粉 加入点孜然粉吃起来更香 继续翻炒均匀 然后把青椒倒下来 把青椒炒至断生 哇,好香啊 然后放一点鸡精提鲜 切好的韭菜段要最后放 快速地翻炒几下就差不多了 由于需配上韭菜既可以去腥 而且吃起来的时候又脆爽开胃 翻炒至韭菜八九十熟的时候 就可以出锅了 如果把韭菜炒得太熟 不仅颜色不好看 吃起来也不够脆爽 韭菜在装盘的时候 利用鱼温就熟了 一道非常好吃又下饭的鱿鱼须就做好了 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腥味 看上去也很有食欲 喜欢吃鱿鱼须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并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